里面凭借着窝居中的海藻一脚瞬间爆红,伴随着爆红的同时,她也面临着这个角色所带给她的负面影响。 在剧中,海藻是一个白金钱小三上位的女生,有很多不理智的观众直接将自己在剧中的情绪发现到了海藻的身上,而当时的里面却仅仅只有二十多岁。 在一片骂声中,里面并没有选择放弃,而是选择让自己慢下来沉淀自己。 这样的魄力,真的不是所有人能够做到的。 其实早在里面出现还早之前,她就已经与现在的老公林和平相识,说起两人相识的过程,里面表示非常的戏剧化。 林和平的电脑桌面设置的就是里面的照片,非常凑巧的是刚好被里面的朋友看到,然后就对林和平说,我介绍你们认识啊。 见面之后,林和平对里面一见钟情,而里面也终于被林和平给打动了。 而里面选择在自己最红的时候,和林和平结婚就足以看出两人的感情状况。 结婚之后里面渐渐隐退,不过外界的评论却从来没有停止,甚至还有不少的网友爆料里面的老公是为身价高达几十亿。 对于这样的传闻,里面表示自己非常的委屈,因为自己从来没有感觉到老公多有钱。 除了自己在北京的一处婚房之外,其他地方的房产都是老公租的,里面还在节目中爆料自己所谓的富豪老公其实特别的高。 结婚八年以来从未送过自己礼物,不仅如此,两人也很少过情人节,用林和平的话来说,情人节不仅花特别的贵,就连吃饭的套餐也会翻几倍,还不如推后一天再过情人节,这样能省不少的钱吗? 除了情人节之外,就算平时两人一起出去吃饭也非常的节俭,一般两人都是点多少吃多少,并且都会把点的东西吃光再走。 其实里面之前并没有这样的习惯,而是在认识老公之后才慢慢养成了这样的习惯,不过这种不浪费的好习惯真的值得所有人去学习,同时也足以看出理念老公都个人休养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